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正式開始今天的佳日科學廣場 首先要謝謝各位在這個週末的午後 願意來這邊跟我們一起共度這個 很歡樂的兩個小時 那今天的話我知道是有滿多新朋友的 我們是不是請新朋友先舉個手 我們歡迎一下 第一次來佳日科學廣場的請舉手 第一次 好 那我們就沒有鼓掌 歡迎他們 謝謝 好 有興奮我的話 朱老師還是要介紹一下這個計畫 跟介紹我自己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奇 那我同時現在也是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 所以我們延續舉辦這個活動 從2008年到現在 所以已經就是有五年的歷史 那可以持續不斷的舉辦這個活動 當然要感謝兩個最重要的補助我們的單位 第一個是國中會的科教處 第二個是我們中央大學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持續地把這個活動辦得很好 然後讓大家在每一個週末午後都可以來到這邊 共度一個就是知性感性 然後又有趣的一個午後 今天請大家講真是很遠啊 從台南來的成功大學的李旺龍教授 那李老師的資歷非常豐富 大家可以參考在這裡 那李老師他有非常豐富的教學經驗 是因為他之前其實是在去成大之前 他是在這個高雄英文科技大學 所以他教過這種一般大學的學生 也教過科技大學的學生 然後所以在教學的經驗上是相當豐富的 然後李老師在科普的活動上面 也有長年的經驗 他在南部辦了一個演講非常有名 叫做週日閱讀科學大師 一個系列的演講能夠辦得好 有一個指標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演講辦多久 那到今年為止已經是第十一屆 第十一屆就是已經超過十年 在高雄的科工館 如果各位有難過的朋友的話 也可以幫我們李老師宣傳一下 那個在科工館禮拜天、白天 而且辦得非常好是他們有現場的直播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 還有托育的服務 就是你帶太小的小朋友去 你可以先把小朋友放在一個地方 然後大人去聽演講 所以很貼心 所以細節我今天就不講了 那李老師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因為李老師的專長是在南部科技 這是其中有專長 所以李老師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這個仿生學與力學的體驗 可是什麼是仿生學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這麼清楚 那沒有關係今天這兩個小時過後 你大概就會有一個初步的概念 也許就為你的心中就種上 種下一個小小的種子 然後你以後就想說 嗯 我要再來研究更透徹、更清楚 然後把我的知識 然後我的腦力以後用在 可以服務人群、服務社會 好 那我們就以熱烈場 歡迎我們今天講師李旺濃教授 謝謝菅老師的介紹 這個字歪歪的對不對 因為我做的字都正正的 然後我的學生就幫我 他說這樣不好看 所以他就把字都得歪歪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是在材料工程學系 可是我不懂材料 我們講個小故事 我之前是在奈米研究所 那我們奈米研究所不見了 不見了老師要跑去哪裡 所以材料系就收容了我們 所以我就跑到材料系去了 我是機械的Packground 所以我今天跟他講力學 因為機械系做了好多力學 所以等一下我們最後一個遊戲會做一下力學 好不好 那OK了嗎 可以開始嗎 可以可以 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那今天我們做了一個小廣告 剛剛朱老師有幫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有給大家一張小卡片 那小卡片 各位如果不能到高雄去聽 在家裡就可以聽 比如說明天、禮拜天 你大概九點半先上網 然後做一個小的設定 就可以在家裡聽 那你還可以上網發問 就像我們現在在那邊講 可能網路直播都是一樣的道理 那什麼叫仿生學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看到有仿生壽對不對 那我就跟朱老師說 糟糕我沒有講仿生壽 當作我是仿生壽好了 各位可能都有去科教館看過這個仿生壽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講的東西就是 也是跟生物學習 它是模仿生物 那我們現在是跟生物學習 但是什麼叫仿生 什麼叫仿生 什麼叫仿生 想一下小朋友有沒有知道的 魔王生物 蛤 魔王生物 那你知道哪些例子 比如說各位生產沒有魔鬼章 誰只有魔鬼章 有沒有 魔鬼章怎麼來的 所以是跟種子有關對不對 那種子為什麼種子會有勾勾 因為植物不會動我們人會動對不對 那植物不會動 它要怎麼把它的種子散播出去 它變成好吃的果實 小鳥吃了把子屯了跑到別的地方去 這是一種對不對 有的會爆坑會隨著風飄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講的一些例子 都是跟植物有關 那首先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啄木鳥有沒有聽過 有 有 那啄木鳥在做什麼事 術醫生 吃蟲 抓出來吃對不對 所以糟糕我們要把這個英文改過來 他其實這一輩子都在做一件事 就在吃東西對不對 他都在吃 有沒有 他吃那個蟲蟲 所以他著目的目的他是要填飽肚子 那另外一個呢 他去挖那個洞 是要做他的巢穴對不對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後面這個是打鼓 那個後面的英文字是打鼓 那是什麼意思 咚咚咚咚咚咚 這件事情要做什麼用 心靈 心靈 不是 快接近了喔 有聲音 有聲音 是什麼 在敲的石頭可以反射 因為也沒有東西 沒有石頭也沒有蟲 因為他在敲的頻率 對 對 然後可以讓他知道說裡面是不是有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有機會有蟲 那這個應該也可以是一個答案 那我要傳遞的訊息是另外一個答案 我要說這是我的地盤 對 我的先是 所以這個有點在通訊 就是看我的停學的時候 我在跟大家說 這是我的地盤 但是剛剛媽媽講的就是 我要先知道這裡面有沒有 值不值得我去吃他 值不值得我去挖這個洞 可以各位想一下 他整個啄木鳥這個動作就像是什麼 一隻一隻 一隻他全身上下就是一個很大的錘子 對不對 他是一隻很大的錘子 所以你想 怎麼看我們 軸木鳥不會當鐵水 可以 可以 可以啦 你看軸木鳥很厲害 我們的頭如果撞到牆壁會怎麼樣 他流血我們會腦震盪 軸木鳥會不會腦震盪 為什麼 牠的頭很近 他頭很近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看 軸木鳥他一秒鐘可以打20下 知道嗎 嘴巴很硬 對 然後我們來想看看軸木鳥怎麼鑊 一天他可以鑊一萬兩千次 對不對 小朋友說他要休息 所以他一天只鑊一萬兩千次 不然你數看看一秒鐘20次的話 一天有8、6、4、0、0秒對不對 好 你看看他要鑊多少次 所以他一定有休息 那鑊木鳥去鑊木頭的時候 其實相當於是他用每秒 大概16英里的速度去鑊 鑊那個木頭一樣 所以你可以去感覺到 鑊木鳥去鑊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 那我要講一個鑊木鳥的故事就是 各位有機會 你們以後小朋友長大以後會到大學去 你知道嗎 大學的老師有時候不太理學生的 對不對 不太理大學部的學生 因為研究生會做論文對不對 所以大學部的學生 有時候會覺得他來可能會消耗 我的實驗室的戰力 那我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英國巴士大學有一個教授 他剛好來台灣他就跟我講這個故事 因為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跟德國的一筆交易賺了很多錢 有一筆計轉金 那為什麼這筆計轉金就是 他說有一個學生 大二的學生跑來找他 在機械系 說老師老師我要跟你做仿生學的研究 他是生物學的博士 他在機械系 然後他就說 他不能拒絕他 可是他想把他趕走 他內心是想把他趕走的 可是他又不能當眾拒絕他 他就想說好吧 那這樣子 我覺得啄木鳥很像是可以做電動鐵錘 所以大家怎麼樣 你去找一隻啄木鳥 我想要了解牠是什麼 動動動動動 我要了解牠的各個部位 你有興趣的部位 我都要想要研究牠為什麼 牠整個系統 牠各處受力的情形 速度加速度牠都想知道 可是這個學生就一個月了 就出去一個月 我們下個月見面 那學生就回家了對不對 他就做了好多努力 一個月之後就跟老師說 老師我找不到 老師就跟我說他心裡很得意 他說好 我再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 找不到你就要換老師 你就去還別的老師不要來還我 這個老師的目的是 終極目的是這樣子 可是這學生一個禮拜之後來了 他找到了 他在哪裡找到知道嗎 他得到解決方案 但是他沒有找到一隻真的啄木鳥 老師是不是要要求他去找 要去研究啄木鳥的每個部位 所以他竟然是在哪裡 他在YouTube找到他的解決方案 知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嗎 在壓力之下人都會解決 都會想辦法去解決他的問題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啄木鳥這個學生就去開始做了 因為他有一個 他找到這個動畫之後 他開始去研究剛剛那個很硬的嘴巴 他的各個不同的位置 然後就知道就可以對著什麼 把他的位移畫出來 然後就知道他的速度 加速度可能小朋友比較不清楚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啄木鳥在哪一個時刻受到的力 那他們就去設計了電動鐵錘 那這個電動鐵錘做出來之後 他們當然要先去申請專利 然後再發表論文 然後後來就賣出去了 所以啄木鳥是長這樣子 那啄木鳥他有一個 啄木鳥從右鼻孔開始有一個骨頭 然後這個骨頭會繞著他頭骨繞兩圈 然後再接到舌頭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保護他的大腦 可是那大腦其實是非常的小 然後啄木鳥呢 他每次要啄木頭的時候怎麼樣? 眼皮要閉起來 因為木屑會跑進去 蛤? 他看不到 他一定要先對準 所以要被打上的時候眼皮要閉起來 為什麼眼皮要閉起來? 木屑 木屑 還有呢? 你一撞眼球會往外跑對不對? 所以要把眼球hold住 對不對?不讓眼球跑出去 還有他的鼻毛特別多 所以會把木屑遮住 知道嗎? 這是啄木鳥 所以這是他們設計的電動鐵錘 這個如果拔發清楚的話 可能用那個什麼? 他們就是用Maylab Maylab 那個軟體去做出來的設計 所以這個地方 這他們賺了很多錢 他說這個學生都沒有花他半毛錢 本來想趕走他的 所以年輕的小朋友 大家回家做了什麼好的想法 不要一定要把他寫下來 等你長大再回去看會很有用 那首先我大概針對今天這五個主題 很快地講一下 等一下會把這一支傳下去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只是一支簡單的放大鏡 那放大鏡大家可以看一下纖維長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在螢幕上看一看 或者會看一下頭髮 可是因為他只放大50倍其實是很小 所以一開始我們會先講一下尺寸效應 那什麼是尺寸效應? 比如說我們如果把一次蒼蠅打昏了 從屋頂上丟下去蒼蠅會怎麼樣? 死掉 會嗎?不會 不會 打陰了就是不讓他揮起來對不對? 好 所以蒼蠅掉下來會不會受傷?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很斜的力量 是吧 可是他睡著了他暈了對不對? 所以像如果把這支放大鏡呢? 怎麼樣? 這樣放下去他會摔破了對不對? 蒼蠅為什麼不會? 他軟 太輕 太輕了 看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我身體變好了 對 我這個 我講這個等一下 今天回家可以做這個實驗看看 其實這裡有一罐罐子就很棒 這個罐子其實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我這個有跳過去 那各位看一下大尺寸跟小尺寸呢 大尺寸跟小尺寸的差別在哪裡? 大尺寸跟小尺寸有什麼差別? 面積 面積 還有體積對不對? 面積還有體積 所以我們來想這件事情 其實大的跟小的他在意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知不知道? 所以我說當你變小的時候 你如果跟小回小一樣小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從樹上跳下來的時候是沒事的 知不知道? 可是你們現在從樹上跳下來 或從椅子上跳下來都絕對是受傷 對不對? 所以我們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你想想看昆蟲可以做的事情 跟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小隻的 所以我們這種大隻 你想想看恐龍很大隻對不對? 你看我跳一下 誰把我拉住了? 地球 蒼蠅或蚊子這樣丟下來沒事 地心靈力感覺對他沒有什麼影響對不對? 他下降的時候其實我們這裡是有空氣喔 所以他掉下來的時候空氣阻力會讓他做什麼事? 不是 什麼? 有 減速 蛤? 減速 對 空氣阻力會讓他減速 所以空氣阻力這個減速呢 其實空氣阻力的減速這件事情是怎麼樣? 好 OK 空氣 空氣阻力這個減速呢 會讓他跟地球的重力達到平衡 所以他下來就 以後你們在高中學到一個叫終端速度 就是會等速度的下降 你沒有什麼重力加速度了 這互相抵消 你就會慢慢 所以小隻的 但是你想想看你一定有機會 你有沒有抓過小蚊蟲或者看到螞蟻 你說用一滴滴水滴可不可以把他困在桌面上? 可以 對不對? 不行 不行嗎? 你有沒有看過小羽雄兵動畫 有沒有 他們岩石上的一滴水滴到他身上之後 他花了很多的很大的力氣才擺脫那滴水 有沒有 有空要看一下那個動畫 所以我上面寫說人必死無疑 然後貓呢 因為那他有九條命是不是? 那可能怎麼樣? 混水中的蒼蠅沒事欸 螞蟻也沒事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阿凡達的時候 阿凡達有沒有 他們有從高速上掉下來 當然他們那邊的引力跟我們這邊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回家可以做個試驗好不好? 就是你找個管子 或者你拿一個寶特瓶裝滿水 小朋友有沒有玻璃珠? 有 你要知道蒼蠅掉下來的感覺 你就是把玻璃珠放在水裡面這樣一放 它在瓶子裡面掉下來的感覺 就是蒼蠅掉下來的感覺 知不知道?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尺寸現在要講一小段 所以一開始我們沒給大家操作 那小朋友現在都長得很可愛 這是誰?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知道嗎? 他叫林志玲 那你知道嗎? 各位小時候大家都很可愛 因為你們都是山頭生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頭的長度比上身體的長度 叫做1比3的時候叫三猴身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你長大以後 你身體絕對不會等比例長大 所以當你要到美女的話你要九猴身 所以看一下這個 這只是一個尺寸 但是其實各位看過很多生物會脫殼有沒有 蝦子會脫殼 很多生物會脫殼 它的目的性是它在長大 它在長大 所以它一定要藉由脫殼這個手段才可以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過水瓶 中大大有虎一定看得到水瓶對不對? 水瓶跑來跑去有沒有很舒服? 水瓶在水面上 各位如果你把這是一艘船放在水上 你去推它有沒有阻力? 水瓶有沒有阻力? 水瓶很小欸 它阻力很小欸 為什麼? 水瓶喔 水瓶喔 如果我們這個下去的話 我們這個固體跟液體會有接觸的界面對不對? 水瓶其實它有六隻腳 六隻腳接觸的長度很短 可是當你在顯微鏡下面去看它的時候 跟我們的頭髮很像欸 我們頭髮會分叉對不對? 水瓶的腳有好多分叉 很多細毛 然後很多細毛呢 你再仔細看的時候 每根細毛都沒有吃過麻花 麻花長怎樣? 所以兩隻捲起來 對不對? 所以把麻花 如果說這是一隻麻花 你把它晃下來的時候 晃到水裡面的時候 中間是會有空氣 所以接觸的時候 它不是整個有接觸 中間很多縫都是空氣 所以空氣跟水之間那個摩擦就很低 所以它就可以發生 所以這邊找出兩個生物 一個是大象 一個是水嶺 因為如果你要寫科幻小說 有沒有看過大人國遊記 等比例放大10倍會怎麼樣? 如果我等比例放大10倍會怎麼樣? 我會被自己的體重壓垮 知道嗎? 因為我的長寬高都變10倍 同學可能乘起來會比較難 就10乘以10再乘以10 體重變成1000倍 可是支撐我重量的腳呢 只放大長乘寬10乘以10是100倍 對不對? 所以即使我單位面積所受的力 就變成原來的10倍 1000除以100 所以我就會被自己的體重壓垮 所以你要畫大隻的生物呢? 你要怎麼畫? Every day 對不對? 所以要像大象一樣 你知道嗎? 要跟大象一樣 所以如果我的腿跟大象一樣粗的時候 我的身高會遠遠高於大象 可是比例荒大的話 所以你看大象不是那麼的高 那一樣我把我縮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把我縮小跟水餅一樣大的時候 我的肉太多了 知道嗎? 我的肉太多 是水餅那個腳的10倍 所以我還要再把瘦身才可以 不然我會沉下去 所以水餅是靠表面張力 當我們有了顯微鏡之後 我們慢慢的有機會去發現水餅的這種秘密 所以我們就 水餅就想 我們如果可以 可不可以跟水餅學習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跟植物的種子學 所以就有了那個什麼魔鬼氈 對不對? 那跟水餅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這邊 那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要寫科幻小說呢? 你要怎麼寫? 你變小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 蛤? 可以水上飄嗎? 可不可以? 你齁 當你變小了以後 你可以輕易地把左邊那個同學或爸爸媽媽就舉起來了 螞蟻是不是力氣很大 對不對? 所以當你變小隻的時候 地球的重力不再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反而是表面力 表面力是什麼力? 就是比如說 各位如果桌面有一滴水 你把一根頭髮放在那裡 你的頭髮會被吸住 會被那一滴水吸住 對不對? 有吸引力 知道嗎? 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家的硬碟機 不會轉的時候是什麼 你知道嗎? 可能是空氣裡面有機會跑進去那個什麼? 濕氣 然後那個毒血頭跟碟片之間 被一滴滴的非常小的水滴拉住了 所以小水滴的貢獻是很大的 所以小的東西最怕的是什麼?表面力 就是剛剛講的像我們水有表面張力 這個就需要你要去注意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左路當然變小路了對不對? 你變小了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你跳的比平常高 你絕對不會跳的比你現在高 可是你可能可以跳的比你原來的身高高好幾倍 所以跳蚤是不是可以跳很高? 我們說跳蚤跳很高其實不會跳比我們高啊 不會跳超過我們的小腿高度 可是跳蚤可以跳超過它身高好幾倍 對不對?這是我們說跳蚤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爬樹 你就可以 有沒有人去爬過樹? 爬樹要花很大的力氣對不對? 可是當你真的去爬樹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手有點黏性 跟壁虎一樣 相不相信? 然後你看 丟過去 這個丟過去的時候同學會怎麼樣? 他很快就可以接住 我們小時候如果上課打課稅 老師會丟魂筆過來 我們就被打中了 而且老師丟很準 可是你知道嗎? 他丟過去的時候你可以很快地閃過去 因為你變小了 你的反應很快 所以我們在電影不是看過 各位 你要用筷子去夾蒼蠅嗎? 有沒有夾到過? 有 曾老沒有夾到 但是之前有一個日本老先生有夾到過 對不對? 可是其實蒼蠅的反應速度是很快的 這邊就要注意一下 那還有一個就是你在呼吸的時候 你就發現各位 如果我們有時候感冒的時候會氣喘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氣管很細 一滴滴很黏的東西在裡面 就會讓我們怎麼樣 所以你想想看 當你變小隻了 你的呼吸管就變得更細了 所以你就很容易呼吸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很多昆蟲牠不是靠肺帶呼吸 那這邊都 還有有沒有同學養那個小隻的老鼠 有沒有很加厲寵物是養小老鼠的 小老鼠整天都在幹什麼? 跑 跑 除了跑還做什麼事? 吃 吃 對 吃 為什麼牠不停地吃? 牠好多 看 那我們怎麼 我們一天吃三餐牠為什麼要吃那麼多? 因為牠好樣多餐 因為牠好樣多餐 對啊 牠 沒錯啊 所以牠要不停地吃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什麼? 跟牠的 我們跟牠的表面積有關 越小隻的東西其實牠的表面越容易怎麼樣散熱 懂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機會的話 因為現在又看不到那種機車 我們那個年代 我當學生的時候我們騎的機車都是 都不是像現在的塑膠車 我們那個野狼機車什麼機車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散熱片在外面 那小隻的生物牠其實身體很容易 因為牠體積小 但是單位體積的表面積很大 所以牠散熱的能力很快 所以牠一定要不斷地補充 牠如果不補充的話 牠其實是很容易肚子餓 所以你變小的時候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不用怎麼樣? 不用洗澡 有沒有同學不喜歡洗澡呢? 你就 因為你要洗澡很麻煩 我們這個水 對你來講水就像是一面骨 知道嗎? 我們講表面張力有沒有 所以你要把這個水打破 對不對? 你要破壞這個表面張力 你才可以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裡我們講到這裡有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重量 我們人我們在這個尺寸 我們很怕什麼? 地球的重力 所以我們再怎麼長高 都會受到地球的重力會把我們拉住 所以恐龍對不對? 大象牠們其實高度 包括樹木都被重力拉得緊緊的 但是小的生物它在意的不是重力 小的生物在意的是表面力 所以這邊我剛講過了 你不小心如果掉到水裡面的話 你自己是沒辦法脫生的 那植物學家就很高興 因為我變小了對不對? 或者是生物學家 可以看到好多好多東西 那還有蚊子怎麼盯我們的 蚊子是用切割的 知道嗎? 牠是切割我們的肉 那跟那個黃蜂是一樣的 所以牠們做的事情呢 牠會在當你變小的時候 有機會黃蜂可能揮霍來 然後在你的手上切割 然後在裡面殘軟 然後再過一陣子之後 你就發現手 那個肌肉裡面怎麼有東西在動 知道嗎? 牠們生物就是把這個卵 生在貓貓蟲的身上 然後這個卵長大以後開始吃 吃其他的生物當養分 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講的這些東西 都是從一本科幻小說超過來的 就知道 所以就這一本書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圖書館借來看一下 它是科幻小說 那你們現在很不錯來這裡學物理對不對? 那你們開始學了物理之後 你們現在看哆啦A夢看到很多卡通對不對? 你們再長大一點的時候 你們要開始會批判 要會去批評說 這個物理定律對不對? 所以別人的科幻小說你也可以看一下 可是你也要批評一下 它說不定有錯誤的地方 有沒有看過昆蟲Live Show? 有喔 很好看對不對? 對 我兩個小孩子差6歲 我們一起看 他們兩個竟然都可以乖乖坐在那裡看 那昆蟲Live Show誰會去衝破? 那個蜘蛛網? 蝶 蝶蟲 對不對?它是不乖的蝶蟲會衝破蜘蛛網 那蝶蟲真的可以衝破蜘蛛網啊? 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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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世界是不行的 可是它為了戲劇效果它就來編了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要很注意的 那我們要開始進行 那開始進行這個之前 我們就來看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同學要讓大家看看你的織布長怎麼樣? 這樣 天尾 可以拿一下 這裡有一個顯微鏡 老師 你要選一個上 讓他會搶 真的齁 這個紅衣服的小女生好不好 來 你 你可以看看 讓我們看看你的皮膚好了 我不敢給人家看我的皮膚 因為我的角質 來 你就貼著 就整個貼著 各位可以看到嗎? 你看 你看 不是 你看這邊 你看那邊 這只是一個放大 這放大50倍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我們是靠 我們在做仿生的研究 有一大部分是我們只要有一些工具 老師 再往下切換一下兩邊的畫面 兩邊的畫面 這邊切好了 所以放大鏡顯微鏡是其中一種功能 知不知道 好 那 OK齁 好 那我們再看能不能其他小朋友要試一下 來 哪一個小朋友要玩一下 不要齁 這個小朋友要嗎? 好 後面那個小朋友舉手 來 那你來 他的衣服有幾種顏色 三種對不對 你可以試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自己轉過去看看 看一下你的衣服 好 這是藍色的部分 那你要 讓大家看到你 藍 再上來 要壓緊 現在是藍色 綠色 好 這是綠色的部分 你要靠緊 不能亂動 這樣才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地去看一下說 你的 你有興趣的東西 即使你看起來跟你真正看到的是不一樣的 小朋友的皮膚都非常棒了 你看 這樣我的就會千瘡百孔 OK 好 那謝謝 等一下如果有人想再玩 我們再繼續 好不好 先把他關掉 所以這邊就是你可以用這個看對不對 那等一下回家的時候 在路上看到樹葉的時候 各位仔細看一下好不好 你看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樹葉 水芙蓉 你們有沒有把水滴到上面去過 有 有 那水芙蓉 水芙蓉上面一滴一滴的 每一滴 每一滴水都不會沾濕這個葉片 那你就說是蓮葉效應是不是 跟蓮葉有一點像 那跟你在吃那個桃子 桃子上面很多細毛 也有機會會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樹葉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或者它有很多不同的組成 如果有機會你在晃大鏡或顯微鏡像 各位來看它的時候 你就會很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請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試驗 你就試看看我們那個 什麼叫清水性、酥水性 各位可以看到這些樹葉 我指這一根好了 這些樹葉其實有一些 怎麼樣水滴是整滴站在上面的 有些是水滴是攤平在上面的 喔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認為它好像跟那個桃子一樣有毛的 那它水滴會站的比較高一點 那有的是整個是攤平的 我們再看它 所以你就開始來想一下說 它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這樣子對我們有沒有什麼用處 各位都聽過連列效應對不對 那連列效應 我們能不能把本來攤平的東西呢 如果等一下我們滴一滴水上去 那一滴水是攤平的 那我們能不能把它改變一下 讓它是什麼樣 讓它是立起來的 所以這個簡單的試驗 可能我們可以來做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圈圈比較大 整顆站在上面就叫很舒水的 因為這個表面水不喜歡跟它貼近 各位你的眼睛 來 誰能夠不眨眼的 今天晚上要熬夜讀書 明天要月考 所以怎麼樣 要拿個牙籤撐住眼皮嗎 因為怕睡著了是不是 可是你想想看 眼睛如果一直睜開的話 對不對 我們的眼球會怎麼樣 為什麼會變乾 因為會蒸花 我們的眼淚會蒸花對不對 可是我們的烈液很神奇 你可以撐很久都還不會 你拿一滴水鋪在這上面跟它比 它乾了你 你還沒有乾 因為我們的烈液最外層有一層紙 這一層紙會防止我們的這個水去蒸花 這個很重要 你絕對不相信你的眼球是舒水的 相不相信 眼球 你把眼球拿出來 你把一滴水逼在眼球上面呢 當然沒有人 你們說老師誰會把眼球拿出來 對不對 眼球上面有滴一滴水 這滴水是不會攤平在上面的 知不知道 但是呢 各位每天早上都有眼齒對不對 眼齒 眼齒很重要啊 眼球裡面呢 我們的烈液最外層是一層紙紙 中間是烈液層 然後最裡面那一層 就是格格那個黏液 所以那層黏液幫忙把你的眼 把你這個烈液鋪在上面 知不知道 所以你烈液可以很均勻的有一層在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什麼叫清水 什麼叫酥水 如果這一滴水是攤平 攤平在上面的就是清水 那如果說整個在上面叫酥水 那這邊大家應該都知道 連液出淤泥而復染這件事情 那我們只是要做一件簡單的試驗 就是我要做表面的改質 所以可能要把那個小紙杯 畫給同學 各位那小紙杯 我們畫一下小紙杯 然後呢 各位找一滴滴水輕輕的滴在上面就可以 這個紙杯蠻大的 我們每一桌只做一個實驗就好 不要每個都把它弄濕 因為我們還要做別的 我們等一下要來烤紙杯 那等一下會用到蠟燭 會用到蠟燭 所以有火 所以大家在用的時候要很小心 各位在準備的時候順便看一下 樹葉你再顯而定下面就有各種不同的外形 所以之前彰化女中華有個小朋友他就說他要做糯米糰 有沒有聽過糯米糰 糯米糰他就說要請我幫忙 我說我以為糯米糰是吃的 糯米糰是一種樹葉 因為他有研究這個樹葉 因為那個樹葉會黏在衣服上 然後他要了解說這個樹葉在衣服上的黏附的能力 所以就來找 就來承照我們就用SEM幫他拍這個糯米糰 讓他看他的表面形貌 可能大家我們有沒有滴管 你就用滴管輕輕的滴一滴在 你輕輕滴一下 滴一滴像滴在這個上面 滴在背面這裡滴一下 他不會整顆 他不會整顆 他不會整顆站在上面對不對 他大概最多最多就是一半對不對 這個叫清水 就是這個表面很喜歡水 所以他就去清 不是真的清下去的清 他喜歡水是清 我們叫清水 可是這個水滴其實這樣 我們並不滿意 我們能不能把他跟剛剛那個水芙蓉一樣 或者跟蓮葉一樣 把他變成一整顆站在上面 可不可以 會寫毛筆字的舉手 糟糕 寫過毛筆字的你們怎麼寫 是不是要磨墨 磨墨 啊磨墨喔 古時候人家怎麼磨 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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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時候的墨 是用那個 像大廚去烤 烤黑了之後那個 炭黑黑黑的來做墨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用古時候這個墨的方式呢 我們來烤杯子喔 我們等一下要烤杯子 所以等一下 你說旁邊爸爸媽媽也幫忙一下 我們要小心一下 我們會 這個是大廚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做這件事情啊 你的杯子要裝一點水 各位有吃過那個水火鍋對不對 紫火鍋 有沒有 你知道 好 那我們其實 我們的目的是要把這裡烤黑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把他烤焦了 烤黑的目的是我要鋪一層 因為大廚有不完全燃燒的碳 所以這個碳呢 有大顆小顆大顆小顆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太新了 所以摩擦力很大 好 這個就 好就放在這裡 就放在這裡好了 你這樣 好各位 各位要小心有火 你要小心 然後 各位在這上面烤 好不好 你要慢慢的烤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其實是 我們要馬上把剛剛 同樣這個表面是清水的 對不對 我們把它烤一烤之後 你再試一下 你再滴一小滴滴的水進去 你會看到這一滴水是站在上面 那你就知道 連液效應是怎麼回事 你可以馬上把這個表面呢 變成跟連液一樣 可是不容易烤黑 可是不容易烤黑 那這個火不夠燙 有有有 有有點烤 不用不用 不能用打火機 一定要用 好 好我這樣 來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你可以烤成像這樣 有沒有 那可能拜託那個 我們來看這個人住命一下 來 來看一下 沒有破掉 他黑黑的 看能不能在路面 這個黑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投影的地方 我們滴滴 小水滴 各位可以看 你看滴下去的時候 你注意看 這一滴可能會很快就滾跑 滾到別的地方去了 有沒有 所以你看他這一滴跟剛剛那一滴 就差很多了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可不可以做連液效應 可以 好那現在就可以試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做一下試驗 現在如果沒有水的話 它的熱量就整個完蛋的拋過去 所以我們水是要保護大家 不要 而且你不會燒透 對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水是要保護大腹槍的 所以可以試一下 啊你滴下去的水要小滴一點 你拆大滴 所以大家要小心這個大滴好不好 我們還要做變形的遊戲 或者這個變形的遊戲 如果等一下沒有時間做 大家回家可以做 我們等一下希望 小朋友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剪一個小紙條 剪一個小紙條 輕輕的把它遮住 你可以這樣子彎個彎對不對 可不可以 你剪一個紙條 遮住 然後再來下一個動作是 應該是這麼 我再畫一個好了 這一條 你要不要再畫一個小紙條 你就有一個小紙條直接貼住中間這裡好了 貼住的目的是你再來下一個動作 你要把紙的杯底都全部烤黑 那這個小紙條只是輕輕的貼在這裡 那目的是烤黑之後再把小紙條拿掉的時候 是左邊是黑的右邊是黑的 對 那中間是清水對不對 你現在已經可以自己做疏水的表面 那中間是清水的時候 然後當你把一滴水滴在這裡的時候 你看它怎麼滾 你稍微清潔一下水杯 然後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順著這個方向滾下來 你可以試一下好不好 還是我們現在時間夠不夠 我看應該OK嗎 我再這邊烤一下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可以剪一個這樣子的紙條 有沒有剪刀剪他們試一下 有齁 各位可以試一下 就是這樣子 好我剪一個小的 然後 好我們就先這個位置 然後呢其實 這個都沒有打開 這個可以嗎 裡面有打開嗎 打一下 我在這兩端齁 我只是在兩端 我中間不要這兩端 兩端這裡呢 把它黏住 我只是 其實我的目的是要把這個什麼 把杯底的地方遮住 所以我全部 這個白色不好看齁 就是把杯底的這個地方遮住 然後整個全部烤黑之後呢 等一下把它掉在這裡不黑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 所以大家可以現在試著 你就剪一個小小的紙條 或者你不希望跟我一樣 你可以自己做自己喜歡的形狀 好不好 小小小的紙條 每天icting 很多紙条 現在來一下 然後 然後 可能要 有一個 可能要拿這個籠子很緊張 可是所謂貨外隔壁我就 來,各位看一下齁 我把剛剛貼的地方撕掉 有沒有,可以看螢幕也可以 就是說我把它撕掉然後它就長這樣 可以嗎 所以其實你可以滴 我這個太粗了啦 都可以再用細一點點的 這樣水滴不用太大滴 你就可以控制 所以齁我現在滴一個比較大滴的看看 所以各位你可以在這裡一直滴水 你就發現齁水都不靠過去 可以看得到嗎 那個水齁 不靠近左邊右邊齁 它就一直沖滿了 有沒有看到 看得到水嗎 就是前面的部分是水滴 我搖一搖看有沒有看到水滴 好,各位可以試看看 所以你好像 你就是把它,你貼這個形狀 你做了一座橋 然後這座橋齁 它左邊左邊水都自己不靠過去 它反而喜歡白色的這個部分 所以看不清楚了可以來前面這裡看一下 那你知道為什麼它會輸水嗎 那你知道為什麼它會輸水嗎 它跟連葉一樣 連葉的表面齁齁 有一顆一顆的微米的突起 然後每顆突起上面還有很多小顆小顆賣移的結晶 所以不是一層而已 它是很多層 好,都釋出來了沒 我們要換下一個 下一個操作的內容 卡花西木對不對 卡花西木對不對 這會怎麼樣 有沒有 所以最近剛好正在調 有沒有 我看過吧 有沒有 我們再撿過去吧 有沒有,那等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的一些簡單的道理 然後我們自己來 自己來做一個看看好不好 我們自己做一個 我們模仿它來做一下 那這種植物種子 它掉下來這些事情 它其實也是這種散過的過程 然後我們可以想說 這個跟什麼有關 跟降落散 降落散如果這樣轉下來 我們大概要降落那個人就怎麼樣 就頭暈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以想一下 你要怎麼做 然後我用頭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各位剛剛都已經做過這件事情了對不對 你可以把,你可以把螢幕呢 你可以把那個表面變成 你可以畫個S型 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對不對 好,那這可以實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樹葉上面它有很多不同的大小的一些表面的粗糙度 所以其實剛剛各位燒出來 各位在燒蠟燭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你在燒的時候那個碳粒子 碳粒子有什麼東西 有大顆、小顆 各位回家檢查一下你們家那個什麼 冷氣機的濾網 冷氣機濾網怎麼清? 用水 對,用水 當然用吹的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喔 如果你用吹的 大顆的會吹起來還是小顆的? 大顆的 大顆的 因為小顆的會緊緊的黏住 所以回家如果爸爸有抽葉跟爸爸講 抽葉會怎麼樣? 抽進去之後呢 就會黏在胃部 你用吹的時候跟你吹一樣 大顆的會咳出來 小顆的都緊緊的貼著 知道嗎? 那很危險永遠都黑的 那所以如果只有大顆的 如果都是一樣大顆 那即使水滴不會站在上面 那我們燒的時候它跑出來這些例子 有大顆、小顆、大顆、小顆 不同層次、不同大小的都混在一起 才會有這樣子 讓它的水滴會站在上面的機會 各位有機會你們去眼鏡行 它有一種 它有一種什麼 可以讓你擦眼鏡的 讓它不會起霧的對不對? 可是這個也是撐一下子就不能用了 我們現在這個也是 所以你知道我們有一種手術刀 一種電刀有沒有 這種電刀它是可以幫忙止血 可是它會跟我們的什麼 跟我們的肌肉或血管會沾黏 會黏住 所以現在就有很希望說 用連列效應把這個表面做這種結構 讓它不容易黏 沾黏在一起 那我們再來再看一下 它最後它的應用 就是各位可以想像 連列效應因為大家都很熟 來 我們剛剛溝出去了 就是種子對不對? 植物的種子 所以各位來看一下 桃花心木那個風樹的種子 其實它都 那個叫Maple 那個風樹的種子 它本身掉下來的時候都會轉 當你看到這個桃花心木的種子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去做一個跟它一樣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其實給大家感受一下說 你可以去調控 然後你做完之後你可以去控制不同的變音 然後來想一下 那怎麼做?我等一下會請 我們先看一下看一個小動畫 這個動畫不太清楚 因為這裡黑黑的 我這兩個都是黑黑的 我們看一下 我兩個同時讓它去 各位仔細看它是在拍 有一個在旋轉中 掉下來的桃花心木有沒有 它是風葉啦 它不是桃花心木 那我們是剪桃花心木來做試驗給大家看 剛好這個季節你可以剪到 所以你到時候可以看一下 上面那一個它就慢慢的 它其實是用高速攝影機 然後去慢慢剝放 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你知道有幾種工具 一個是潛微鏡 變質潛微鏡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什麼? 高速攝影機 所以做謊生學的這兩個工具 其實是一個很基本的工具 但是不見得只有這兩個工具 還有非常多 好 好 我們現在都需要什麼東西 需要剪刀 還需要 我們那個鐵線有剪短 剪了嗎? 我們等一下 我們需要大家做一個東西 我們最後要做出一個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要看它會不會飛 比如說等一下做完要考試 這個不會飛的不能回家 是不是知道 比如說這樣子 哇這個飛的不好 對不對? 這樣可能在空中停留的時間不長 沒有有一 不可能撿起來好了 好不好 這個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等一下 我請那個 我們那個漂亮的助理佩山小姐 它其實是中央大學什麼系? 數學系 對 因為是數學系剛畢竟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教大家怎麼做桃花西木 對 然後這個旋轉呢 其實這一個是我們稍微調過一下 因為等一下 我們這邊 我先給大家看 你要做出來的成品像這樣子 那這裡面有一個種種的東西 因為各位看到桃花西木其實它 它這邊是 它都很輕對不對? 各位想一下蜻蜓的翅膀 你有沒有通過蜻蜓? 那蜻蜓的翅膀前面有兩顆 或者一顆的什麼? 黑字有沒有?字 所以蜻蜓的翅膀前面有那一顆 所以蜻蜓其實它在操控它的飛行是很靈活的 如果你把蜻蜓抓來 把那兩顆用那個指甲刀稍微剪掉 你就會發現它飛的不太好了 知不知道? 這樣有這種捏帶動物 那這一個我們看看 所以等一下你們大概可以讓它轉 就可以放你們出去 是這樣子 謝謝 大家會做一個自己的 好不好 等一下大家都做看看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個 但是自己做的會比較好玩 我就請佩山小姐幫忙介紹一下 好 塑膠石 然後還有一根鐵絲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 好一龍蟲 等一下它要當它的種子喔 首先呢先請大家手上都要有一根鐵絲喔 鐵絲難洗 對 好 那鐵絲呢 我們先稍微給它在一端折彎 折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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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袋上的鐵絲固定 然後把鐵絲固定在塑膠袋上 我們是這裡一段然後這裡一段 然後讓鐵絲固定在塑膠袋上 可以嗎 已經出鏡頭的小朋友 還有家長們看我的影片 我們現在沿著鐵絲的形狀 把它剪下來 我們沿著鐵絲的形狀 再這樣剪 就沿著鐵絲 然後把它剪下來 然後我們在尾巴的部分 留一點 直接剪 剪過來 我們先沿著鐵絲的形狀 往下剪 那在這邊的時候 留大概三根手指頭 的部分 然後直接剪過來 然後就把它剪成一個很像 風速 風速手指的形狀 好 剪下來應該會像這樣 先把它剪下來 就會留大概兩根手指頭 三根手指頭 剪來這樣 用雙風速手指頭 鋪尾巴的部分 他用鋪尾巴的部分 跟鋪尾巴的部分 尾巴的部分 鋪尾巴的部分 丁虾 撿好的人呢 我們繼續往下一個舞手囉 再來我們吃一場斷的紙椒帶 對 那我們原則 這個鐵絲我們要現在開始補兵它 紙膠袋呢 我們留一半 先貼著 然後另外一半呢 要貴著合出來 把鐵絲藏起來 包起來 不要讓人家知道我們這裡面包 然後我們 用紙膠袋吧 用紙膠袋把鐵絲全部藏起來 那比較注意的部分呢 是彎曲的地方 我們可能濕短一點的膠袋 這樣子才可以貼得比較密合 我們現在把鐵絲包起來 我們是交代把鐵絲包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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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黏好的人 我們可以再繼續下一個步驟囉 等一下各位呢 會拿到一顆大概這麼小的 保利龍球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要把鐵絲留一小段 那我們是把保利龍球從中間插進去 插中間喔 穿出去沒關係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螢幕 我現在把保利龍球穿進來了 會有留一小段 會留一小段 那我們把留一小段的鐵絲 折進來 繞著保利龍球 好 好 這邊的球比較小的 這個比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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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小了 我們把保利龍球穿進去了之後呢 是不是還有留一小段的鐵絲 我們把鐵絲 我們把鐵絲 穿著保利龍球繞一圈 把長的鐵絲繞進去穿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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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繼續 我們把鐵絲已經穿好之後呢 我們撕一小段的紙膠帶 把保利龍球繞起來 把保利龍球繞起來 好啦 像木馬椅 一樣包小 吃飯哦 那我們再來就是一直開始 他的保利龍球 開始踩我們的保利龍球 因為這就是我們 那個可口 ot ma 旬體 所以我們要一直繞 要一直繞 把他繞得像 這個一樣做大 對 大家太子殘囉 我們來比賽看誰比較快 讓他跟高雄的結合可能很好 不要讓他自從不想 哇 這個不是一隻殘 就是在調皮膚的狀態 就是也是一直殘之後 因為他這個太...太...太小了 如果不太好玩可以剩下吧 那其實要把他YAP 然後在卡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微把圓圓的保麗龍頭稍微壓扁 壓扁一點點 會比較好彈 稍微壓扁 看一下螢幕 我們剛剛呢 是不是只有把鐵枝彎曲對不對 我沒有說特定要彎成什麼形狀 那其實我們可以調整的是 這個彎度我們可以看 可以調彎一點 還有這個地方也可以稍微 讓他有一點點的角度 他不見得完全是平的 他可能會有一點點傾斜的角度 他可能會有一點點傾斜的角度 他可能會有一點點 各位看一下齁 草花西部他本身就是歪歪的對不對 他們跟你做的一樣水平 他沒有水平對不對 他這個還是有歪歪的啊 所以你剛剛做好的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去調控你的水 你的那個鐵絲 你也可以稍微調控它 彎曲的程度 你剛剛調控重量對不對 你在推子膠帶是在控制重量 然後現在呢 你可以去控制你這個鐵絲 可以某些彎曲的角度 因為你鐵絲彎曲 塑膠帶跟著彎曲 他影響汽油的程度就不一樣 好不好 好那我再繼續 我要講的 就是呢我們其實可以用 線邊上有很多不一樣顏色的指膠帶 然後我們去纏 把自己的桃花細目做成像不一樣顏色 像這個呢 我就是用一般我們 去買東西會用到的塑膠帶做成的 只要有鐵絲還有 漂亮的紫膠帶就可以做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用不一樣的 像這個呢 我是用衛生紙 用衛生紙去做 所以不見得可能是用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用不一樣的材料 自己去試試它 對 好 那謝謝沛山 這三個把我們示範這三個背起來一樣 好 我猜 應該小朋友都跟我一樣好奇 那我要丟囉 好緊張喔 那你要叫那個李老師丟 要丟示範就是他的錯 好 沒有啦 然後這是衛生紙我們試試看 用衛生紙裡面的喔 也有一點點 所以 對 都帶一下 好 謝謝沛山 這是一個叫大自然的摺紙遊戲 各位有沒有看兩位金箔 金龜子有沒有抓過 金龜子外面那個翅膀有沒有在 在龜的時候外面那個硬硬的翅膀會不會傷 會 會 它翹起來對不對 對 所以金龜子裡面的翅膀呢 是摺疊在一起的對不對 跟我們的遺產很像耶 好我們一搭就開 一說就回來對不對 所以 昆蟲啊 它這個摺起來 所以我們小朋友有沒有摺過紙 有啊 會摺很多生物 會不會 會摺飛機 還會摺很多昆蟲的形狀 怪形對不對 可是呢 摺紙這件事情科不科學 科學 哪邊有科學 技巧 技巧 還有咧 形狀 還有 氣流 技巧 技巧 你知道嗎 那個日本他們有一個太空科學家 叫三谷公亮 他做了一件事情很偉大 他就用摺紙來解決 他碰到的一個科學上的問題 因為他們要把火箭發射性 他們要發射衛星 那他們希望說衛星到天空之後呢 那個太陽能板要展開 所以它是用跟我們的雨傘一樣 我可以用很簡單的機構就讓它展開 再縮回來 展開再縮回來 所以這件事情呢 剛好我們如果有機會去國外買一些地圖 或者高雄捷運 第一版的地圖就是這樣 你就一塌就開了 然後一推就回去了 好 一塌就開一推就回去 這很棒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要教大家做一個東西 這叫做三虎折 你看這樣子 好就這樣輕輕一推 其實就回去了 這個就是他們當初在誇射這個衛星的時候 他們希望衛星上去的這個 好這一個 我這邊可能很快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們生物裡面 各位看一下投影片 投影片裡面 我們很多的樹葉也會有 那包括昆蟲的翅膀也會有 那三虎公亮呢 他做的事情就是這一個 那其實我看一下後面有一個彗星的圖 就是這一個 他們其實是太陽能板就這麼展開 好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做這件事情 好你們練習一下三虎折 感受一下當初他們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這裡呢 這裡的線 各位看一下你們 你們現在碰到的線有幾種線 這個老師要不要放在這裡 好 一種是比較深色的 請切換微線 好 一種是比較深色的 一種是比較淺色的 淺色就是一點一點的點線 聽著聽著請切換 那各位齁 你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齁 到最後的點線 就是比較淺色的 各位有沒有紙 他們都還沒有紙齁 正在發 我們希望淺色的部分呢 我們去折紙的時候 紙會有補起來的跟凹下去的對不對 補起來的我們叫三虎好不好 好笑氣的叫三虎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到時候摺碗齁 淺色的部分要變成什麼 三虎 三虎是不是 淺色當三虎 那深色的就當三虎好不好 那我們要一開始摺之前齁 我這邊就摺一次給大家看一下齁 就是我們要第一次型的摺法 我們要沿著線齁 我們要用長的這一邊 長的這一邊去摺 這為什麼叫做益字型的摺法 你看一下 我摺的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我在下一次摺的時候呢 就不會跟它疊一起齁 我就在 好各位看一下齁 你就可以這樣子摺出來 其實一開始我都不會摺這個的齁 我看到這個就拿給我兒子說 你負責把它摺起來齁 所以是我小孩子教我的齁 所以小朋友一定都很厲害 先摺長的部分好不好 先摺長的 按照線這樣摺起來 好就摺在那個線上 我們其實是要摺出一些痕跡 這要對齊那個線齁齁好不好 先量對齊齁齁齁 那這個摺碗之後呢 各位下一個動作 還想要第一次型的摺碗 各位分得出深色跟淺色 線比較出黑的就要深的好了 當你這個都直的都做好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動作怎麼樣 還是第一次型的摺碗 可是各位注意喔 這個在摺的時候 這邊的線你摺起來會覺得是歪歪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當初在印的時候 有一個不同的角度 各位看一下 還是一樣第一次型的摺法 各位看一下我這邊 是不是第一次型的摺法 對 歪歪的才是正常喔 因為我們做這種事情 只是要把這個線的痕跡摺出來而已 等一下你還要花一些力氣做別的事情 所以這樣都好了嗎 好了喔 好 把紙攤開 全部攤開喔 來 你都攤開之後 下一個動作就是 你要花回你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好的是什麼 深色的當什麼 山峰是不是 深色的當山峰 那淺色的當山虎 所以你現在看 深色的地方 然後你就要把它用指甲稍微畫一些 把這個線這樣捏一捏好不好 然後 淺色的你就要讓它凹下去 知道嗎 淺色的就要想辦法讓它凹下去 所以你要 你要開始捏 把每一個地方都捏一捏 就是深色的部分你要把它捏得凸起來 深色往上對不對 然後 虛線的部分往下 這有一點難 是不是 加油喔 因為當初不會不會喔 是我家小朋友先會的 你剛剛摺在這個動作之後呢 有些線 然後 你要把粗的線呢 往上摺 就是要把那個 放兩個指甲齁 用力把它畫一畫 所以你要捏的時候 就適合你剛剛壓的那些痕跡 去做這些事情 請快要趕快 趕快 折一折 最後就會像我這樣子 你折完 所以你在想 在折的時候 其實就慢慢的 那個形就會出來 那個形就會慢慢出來 像我現在這一邊折過了 我的形出來 我在折第二層的地方 虛線的地方 淺的地方讓它凹下去 然後深線的地方讓它怎麼樣 凸起來 就是剛剛講那個山峰山虎的概念 如果今天不小心把這張紙折壞了對不對 回家上網找剛剛那個山虎折打一下 你就可以在網路上找 所以在朱老師的網站裡面 就可以拿下來再印一次好不好 那你可以折的時候你就發現 其實你只要把每一條橫的這一邊 你先把這邊的線折完 推回去 然後再開始這樣用力的折一折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你試看看 這個只是讓你感受一下說 當初人家這個太陽很反 在太空中 彗星是怎麼去展開的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這個 嘗試的東西比較簡單 比較好玩 小朋友齁 有沒有在讀小學 一年級二年級的同學 都沒有 有齁 去學校到掃地 掃地玩很無聊會做什麼事 玩 怎麼玩 玩哨把 哨把怎麼玩 會不會把哨把倒立起來會不會 好啊 有沒有人玩這個 都可以 都在我們小時候都玩過喔 好 那上碗怎麼可以倒立起來 現在我們可能要花給大家 每個人一隻這個棍子好不好 看誰可以把這個立起來 可不可以 你看可不可以 很難耶 技術要很好 試看看啊 比如說要倒立這個地管可不可以 為什麼地管不行 為什麼地管不行 你可以練習倒立你的地管看看 或者你回家你的鉛筆也可以倒立看看 好不好 可以倒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厲害齁 放吃手抓住的 好 所以不同意對不對 你不容易立起來齁 可是你看 你看 我們有紫黏土喔 紫黏土等下會刮下來 試看看齁 紫黏土可以做什麼事 紫黏土放在這裡 好不好力 不知道 可是齁 你可以試看看紫黏土放哪裡會比較好力 比如說我放這裡齁 你就會發現 欸 對啊為什麼放上面 是什麼原因齁 所以各位把它感覺一下 等下我們再做別的試驗 你再感覺一下好不好 所以 我們先試一下紫黏土 好 先試一下紫黏土 好 紫黏土 你可以嘗試在不同的位置 從下面 中間 上面 你試看看 看哪邊你是最好力起來的 好 上面齁 上面是最好力的對不對 好 你可以站著 站著的力會比較 你身體會比較好移動 自然 坐著的話容易跌倒 可以嗎 可以嗎 不可以這樣子齁 這樣子力 這樣子力不算齁 好 把紫黏土放在最下面是不算的 可以齁 好 為什麼放在上面比較好囉 各位回家齁 媽媽可能都會有雨傘對不對 雨傘齁 短短的是不是可以收起來 那雨傘那個短短的雨傘不好力喔 可是當你把雨傘拉直的時候 拉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背得很好力起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所以齁 我們最後一個題目說 騎腳踏車為什麼可以晃雙手 這件事情怎麼會有關 重心 除了重心還有什麼 平衡 平衡是誰去平衡 是我們的手去平衡對不對 可是齁 我們手怎麼平衡 你看 我現在看著它 它要倒下去了對不對 它倒下去怎麼辦 我的手指頭就趕快移過來是不是 所以 它倒下來的速度如果慢一點呢 我就有反應夠快 它如果倒下來很快我就反應很慢 所以各位你 把紫蓮土拿掉 就剩下這一隻的時候 它倒下來的速度其實蠻快的 所以你的反應就很 你來不及啊 對不對 我們來不及跑過來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的時候呢 欸 剛剛大家講的重量的影響 其實它比較慣性 記住喔 你看 這個是什麼 它往這邊轉 所以這叫轉動的慣性 什麼叫轉動的慣性 各位想 各位一定看過一個場景 溜冰選手有沒有看過 溜冰選手齁 再轉 轉轉轉轉轉轉轉 你轉的話你兩隻手怎麼樣 抱起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是不是轉很快 為什麼可以轉很快 因為喔 我們有一個旋轉的動量 就是腳動量的手盆 這個講起來不太 小朋友可能聽不懂 可是呢 你回家還可以做一個試驗 你可以 你怎麼當溜冰選手 這個試驗喔 回家可以拿 拿兩塊寶特瓶 小朋友拿兩塊裝滿水的寶特瓶 坐在旋轉的椅子上 兩隻手打開 可是這個不能轉喔 我們那裡是有的 我們有會轉的椅子嗎 有有有有 喔 這個 那後面那裡轉配 這個還... 這可以這可以 我坐著看看 我坐著好 然後其實這個水 這個重量如果大一點 效果會比較好 那K3可能幫我轉動一下 離我遠一點 還會被我打到喔 好這樣 你看我在轉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我變快 有沒有 又變慢 又變快 有沒有 好 這樣是不是變慢 好 這樣是不是又變快 有沒有 我已經開始在音樂了 好 煞車 煞車 這樣是不是在煞車 好 知道齁 這件事情齁 就是我們那樣的 欸 這件事情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這個在轉動啊 所以小朋友 會舉腳踏車的舉手 舉手 都會 好厲害 沒有輔助輪的舉手 唉唷齁齁 我家老大齁齁 一開始用輔助輪 然後輔助輪拿掉 哭了好久 阿老二我就一開始就沒有輔助輪 因為輔助輪早就丟了 所以他很快就會了 所以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那你想看看 你騎腳踏車齁齁 你如果剛開始騎上去是不是很不穩 你是會轉來轉去 但是你速度很快的時候呢 絕對不要像我講的要放雙手齁 你速度很快的時候 你的轉動的慣性很大齁 你就會很穩定 我舉個例子 轉動大家比較不好想 比如說我是個胖子 我從這裡衝到那裡去 然後這時候有個小朋友齁 從旁邊跑過來撞火 會怎麼樣 他會彈出去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是個瘦子 我從這裡跑過去 有一個胖子來撞我呢 我被他撞飛出去 對不對 所以我是胖子的時候 我的慣性很大 我的慣性很大 那轉動也有轉動的慣性 對不對 這是轉動的瘦子 這個瘦子 一轉就這樣掉下來了 然後齁 我把這個東西放在這裡呢 他變成轉動的胖子 他掉下來速度變慢了 胖子啟動的速度都慢嘛 對不對 他是這樣子 但如果說 剛剛我們把他放在這裡呢 他其實比胖子還小一點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也不好力 所以這個轉動的胖子呢 當他很大的時候 胖子很大的時候 他的慣性就很大 他就不容易被擔 所以各位知道嗎 我們在射擊的那個步槍 把他當兵過 裡面有一個來壺線 所以那個子彈要出去的時候 經過來壺線要旋轉 經過來壺線要旋轉 所以旋轉這個動作呢 他火藥的加速 在夜場的槍管裡面 出去的速度越快 所以他就越不容易受到外界的擔擾 好 所以這一邊 其實我們應該先給大家做這一個啦 這個都有吹好嗎 有喔 我打氣頭 沒關係 其實因為我已經把 我是做相反了 不過大家可以是玩一下 這個跟我們剛剛那些原體 是沒有相關的 當我裝上去的時候呢 我其實可以很容易的讓它平衡 之所以這樣子 是因為它倒下來的速度很慢 我的反應過快 它為什麼慢 因為這個阻力對不對 氣球要倒下來 有空氣阻力會擋住它 所以它慢慢下來 所以它跟剛剛那個轉動的胖子 瘦子是無關的 所以 我如果是瘦子 我跑很快的時候呢 胖子才算我 胖子也不一定 他稍微改變我一點點 可是胖子可能會被我彈出去 我如果跑很快的話 所以剛剛那個溜冰選手呢 他在轉 溜冰選手把這兩個 放這樣子的時候 如果你拿這兩隻是啞鈴 雅鈴很重對不對 這兩隻是雅鈴的話 你的轉動的慣性就更大了 你知道嗎 你轉動的慣性就很大 所以當你把它收進來 像剛剛那個影子真的很棒 我們在實驗室用的 我們那個走層都畫一條 這個走層很棒 摩擦很小 所以這個轉起來效果就很好 所以你看它收回來的時候 感受就很深刻 對不對 所以 這邊喔 就是說 這位小朋友掃地玩 你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可以跟你的同學講說 為什麼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給他做一個演示 或者 你等一下可以試一下氣球 好不好 好 氣球是一個 要帶回家 對 好不好 看大家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一邊 那其實給大家比較好的 就是說 這個東西喔 我們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當你速度快的時候呢 你的速度快 我們有一個 兩個東西 現在怎麼不應該講公式 就是你的轉動的慣性 像比如說我在跑步好了 我是一個獸子 可是我跑步的速度很快 那胖子還撞我呢 胖子可能還會被我彈出去 可是如果我是一個胖子 會跑很快 那就不得了對不對 所以呢 一樣啊 如果我旋轉起來的時候 我旋轉的速度夠快 剛剛子彈旋轉的速度夠快 旁邊的干擾就會少了 所以騎腳踏車都一樣 騎腳踏車齁 如果大人有機會偷偷放手的話 你速度夠快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很積極的放掉 今天那是 你轉動的 腳動量 腳動量 有這個 大家試一下 所以回顧一下喔 今天上了什麼東西 一開始讓大家感受一下 什麼叫尺寸對不對 阿咬啊 很大的 大姐的用大姐的用 潮影掉下來會怎麼樣 大姐、有墨石 沒事對不對 可是你看外光掉下來就睡掉了 還有一個是什麼 桃花西木對不對,桃子是怎麼掉下來的 所以有機會你看到樹上有東西掉下來就要仔細觀察 尤其小朋友要好好地觀察一下 然後再來是什麼 衛星的太陽門板 那最後就是我們這一個 平衡 那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好,我們知道只要有小朋友在的場合 絕對不可以出現氣球 好,我們知道只要有小朋友在的場合 只要出現氣球,小朋友一定不會領你 所以,小朋友想不想把氣球丟回家 想齁,好,那有一個條件 第一個,你要待會兒那個朱老師這樣鼓掌的時候 你要用力鼓掌 第二個,等一下再寫這個問卷的時候 你要認真寫喔,好不好 好不好,你要用你的問卷來換你的氣球 好不好 今天有沒有學到很多東西啊 有喔,而且我們都知道 你知道我們學工程的,學理科的,物理的 我們都知道數學是我們的好朋友 其實我們今天是不是發現 你看,不只是數學是我們的好朋友 欸,生物也是我們的好朋友耶 原來在自然界,在生物界 有這麼多奇妙的秘密藏在裡面 所以,剛剛李老師有跟大家講啊 下一次看到 下一次看到 打氣聲 大家都很驚慌 下一次看到那個種子的落下來啊 花瓣落下來 你就知道 哇,除了很漂亮以外 裡面有好多科學原理 好不好 那我活動很精彩 那大家要謝謝 喂 大家要謝謝我們李華彤教授 他今天真的很遠 然後從台南來 然後來支援我們這場活動 問小朋友一個問題 你們明年還想不想要跟李老師上課啊 請唱 要不要李老師帶來上課 要 要跟你現在要怎樣 熱烈掌聲 這樣掌聲好像沒有很熱烈耶 你看李老師的表情 他沒有很想來的樣子 要不要再大聲一點 謝謝 那我們就問一下李老師 明天再來跟我們上課好不好 欸欸 掌聲不夠熱烈 來 再掌聲一點 好啊 想好嗎 壓力會很大 好 就知道趁大家都在的時候 訪假一下李老師好不好 好 那我們有最後一個很簡單 感謝中央資正公民老師 那要謝謝他今天的非常精采的演講 謝謝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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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來 1 2 3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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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